魔镜魔镜 到底谁是这世上最美的女人呢? 如果大家小时候有看过白雪公主 就会很熟悉故事里头有一个恶毒的王后 她妒忌白雪公主比她漂亮 所以就化身为巫婆 给白雪公主毒苹果吃 可是在战国时期 有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宰相 她也是非常在乎自己的容貌的 可是当她知道有人比她长得更帅气的时候 她就借题发挥 改变了一个国君的态度 到底这帅气的宰相和恶毒的皇后 做了什么不一样的抉择呢? 战国时期 齐国宰相周济身材高大英俊潇杀 有一天早上 她穿好了潮服 戴好了帽子 便站在镜子面前 前看后看 觉得自己还长得挺帅的嘛 于是 她便去问她的妻子说 徐公和我 谁长得帅啊? 妻子回答说 当然是你啊 徐公哪能比得上你? 周济听了 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比 齐国出名的美男子 徐公还要帅? 于是 她便去问爱妾 爱妾也回答说 当然是你啦 徐公哪能比得上你? 第二天 有一个客人 来拜访周济 周济也问了她 我和徐公谁帅啊? 客人说 当然是你啊 周济听了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 妻子 爱妾和客人 都说我 长得比徐公帅? 她思来想去 终于 误出了一个道理 于是 周济便去找齐卫王 她对齐卫王说 我不比徐公长得漂亮 可是 我的妻子 爱妾和客人 都说我 长得比徐公还要帅 那是因为 我的妻子 爱妾 她们偏护我 我的客人 她有事求疑我 所以 她们恭维我 不敢说真话 不过 大王宁 宫中上下 文武百官 全国老百姓 有谁不怕您啊 所以呢 你所受的蒙蔽 肯定比我还要多呢 魏王听了 觉得 她说得很有道理 以示便马上下令说 谁敢在我的面前 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 我就给她上赏 谁敢上奏章 规劝我的 我就给她中赏 谁敢在朝廷 或者是在集市 议论我的 并传到我耳里 我就给她 下赏 这个消息 一传开来 就有很多人 来给 齐威王提一件 朝廷的门口 每天 就像市集一样热闹 这就是成语 门庭卧室的 出处 故事中的 主人翁 当他知道自己 不比徐公帅气的时候 他并没有 因此而老羞承诺 反而从中 领悟到 治理国家的道理 这就是领袖 应有的胸襟 与格局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好了 下一集 我再和大家分享小故事 喜欢我讲故事的 请按赞和分享 谢谢哦 我们再见